哈囉大家好,我是丞翔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我很喜歡的一位歐美的創作女歌手 橫跨流行嘻哈電子的創作才女 最性感的神曲製造機 BB Rixa Bletta BB Rixa 生於1989年8月30日 是一名美國歌手以及詞曲作家 擁有阿爾巴尼亞的血統 BB Rixa這個名字對很多西洋迷來講應該不會很陌生 這年來在流行排行榜上也都很常見到她參與的歌曲 從與饒舌歌手G-Easy合作的Me, Myself and I 到與電影小鮮肉Martin Garrix現身的In the Name of Love 再到最近與Louis Thomas合作的Back to You中 其中又高亢又勾人的魔力女生 你一定會有深刻的影響 即便你對BB Rixa這個名字不甚熟悉 那麼,最後來自紐約又有阿爾巴尼亞血統 駕馭流行嘻哈電子等許峰的歌手 到底有什麼魅力 2013年底,Rihanna與M&M繼上次Love The Way You Lie的成功後 又寄出一首冠軍單曲,The Monster 當時跟著副歌旋律哼唱的你 可能沒有想到這段副歌是出自BB之首 而她也將這首歌的成功看成她最大的成就 BB當時讀了一段令她很有感觸的話 我們停止找尋床底下的怪物 當我們發現,他們其實就藏在內心深處 有時候我們常要忘記 真正的恐懼其實就在我們的心中 而不在外面的事物 但我們卻搞錯方向 BB屏障的靈感完成了這首歌的雛形 那時叫Monster Under My Bed 她與工作的夥伴都覺得是一首很棒的作品 尤其是那段副歌後的嗚呼 歌是充滿靈魂 於是錄完這首歌之後 便開始接洽各家唱片公司 結果與現在恰恰相反 把這首歌提交給唱片公司後 大多都是已讀不回 對這首歌興趣缺缺 當時BB的老爸已經快要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她每天試著要當一位創作人或歌手 卻沒有結果的生活 希望她繼續上學或乾脆去找一份工作 在一頓蠟燭兩頭燒的日子之後 徹底翻轉她人生的 是饒舌天王M&M 她對這首歌Monster非常感興趣 於是BB就拿到了第一張合約 正式踏進的流行音樂界 在一頓蠟燭兩頭燒地區 You think I'm crazy You think I'm crazy 對很多人來說,眼見才是真的 但對我來說,要相信才會成真 所以我更堅定了要繼續往前的決心 而這首歌就像催化技 對於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或我的事業 它會為我打開了許多大門 在幕後為許多藝人製作歌曲一段時間後 Bibi正是以插花歌手Featuring Artist的名義推出的第一支單曲 是美國電子音樂團體CashCash的Take Me Home 這首歌成為他們表現最好的作品 也是唯一一首打進美國Billboard熱門單曲榜的歌曲 在英國榜單更是攻下第五名 Bibi獨特的嗓音隨後也吸引了越來越多人找她合作 與法國DJ David Guetta合作的黑媽媽也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這首歌目前在Youtube已經累積超過10億點閱 雖然大部分人對這首歌的印象是Nikki Masha比較多 甚至不知道這首歌有Bibi的Part 其實那一段讓人非常激烈的副歌就是Bibi唱的 當時David是希望有一段很另類的很酷的副歌 並找來Bibi合作 於是這首歌就成型了 而最後也保留了Bibi的錄製版本 黑媽媽的成功也讓Bibi在EDM領域的地位再記上了一筆 2005年5月推出的第一張EP I Don't Wanna Grow Up 當中的I'm Gonna Show You Crazy Bibi用了誇張的造型與MV表現出她的叛逆不羈 但當時的知名度還不夠高 個人推出的作品沒有受到太多的關注 在後來的訪談中 Bibi提到她把頭髮染成金色 純粹是為了想改變 有很多人會覺得幹嘛啊 甚至不高興 從家裡的父母到學校或到整個社會 每天都告訴我們該有什麼樣子 有很多人因為展現出了真正的自己而受到折磨 甚至被投影一樣的眼光 但他們其實一點錯都沒有 Bibi也說她到每個地方巡演後 總會有粉絲說 I'm Gonna Show You Crazy這首歌跟他們產生了很大的共鳴 甚至救了他們的生命 I'm Gonna Show You Crazy的MV釋出前 Bibi還不怕尷尬的隨機接訪路人認不認識Bibi Rixa 得到了一堆NO 但現在的名氣 但她現在的名氣當然已經不能和當時相提並論了 2015年10月 羽繞師歌手G-Eazy合作推出單曲 Me, Myself and I I don't need a hand to hold Even when the night is cold I got that fire in my soul I don't need anything to get me through the night Except the beat that's in my heart Yeah, it's keeping me alive I don't need anything to make me satisfied Cause the music does me good And it gets me every time 這次與白人鮮肉饒舌歌手G-Eazy的合作 不僅把Bibi往上提升一個層級 更促成一段良緣 Bibi在信用她的才華 創作了一段具有魔力的洗腦副歌 讓此曲攻下Billboard熱門單曲榜第七位 並累積了四個白金認證 No Broken Hearts歡樂的Party曲風 雖然與以往Bibi較為沉重曲風的歌曲不同 但她背後創作的過程中 有她令人心酸的一面 Bibi提到她會叛三次 前男友、經理人、甚至是好朋友 說要打劫她曾待在錄音室裡面喝酒解悶 製作人覺得這樣不行 並播了幾段音樂要她開始freestyle 這首歌讓我們聽了會感染上好心情的 No Broken Hearts 幾乎整首歌都是在這個時候完成的 當時因為喝了酒又哭過的Bibi 當然很多地方應該是跑掉的 但她堅持要採用這段最初的錄音 即使之後再用電腦調音 所以我們聽到的No Broken Hearts 其實是那個時候 心碎的Bibi唱出來的歌聲 不妨再次戴上耳機 按下播放鍵 聽聽Bibi帶給我們的感觸吧 Bibi幾首單曲的成功與她的才華 也讓國際知名DJ DJ Martin Garretts看上了 Bibi邀請她來合作的首 2016夏天非常火紅的歌曲 In the Name of Love 在MV中她也性感金髮有霧的形象呈現 而幾首歌的成功也陸續擴展了她的知名度 還幫她拿到了2016年MTV歐洲音樂獎 Europe Music Hour的主持機會 2016年的成功也立起了Feed Bibi Rixa 這塊票房保證的招牌 隨後她也敘事待發的開始準備個人EP All Your Thought 首發單曲I Got You 她也僅僅是僅憑一己之力打進了Bearboard 是她非插花單曲中的最好的成績 這張EP中Bibi換掉了前一張陰沉郁悶的形象 塑造成性感又嫵媚的形象 也開始大方展現自己的身材曲線 繼Me, Myself and I的合作後 再次把GZ邀請來合作新作 FFFuck Fake Friends 可以視為續集的概念 這首歌是All Your Thoughts Part 1的主打歌曲 All Your Thoughts拆成Part 1與Part 2兩張分別發行 原定5月左右要釋出的 All Your Thoughts Part 2延遲到8月才釋出 但等待是值得的 Part 2的歌曲玩了流行、嘻哈等曲風 甚至做了鄉村的嘗試 整體比Part 1更加的成熟更有辨識度 首發單曲The Where I Are 就是相當出色的舞曲 取樣是30年前惠妮休斯頓的經典歌曲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從第一個音符跳出來之後 就會不自覺地想要隨之舞動身體 而Lio Wayne的加入也讓這首歌加分不少 舒服又一聽就朗朗上口的旋律 再次印證了Bibi創作副歌的能力 我要再來推薦一首來自Part 2的非主打歌 近期持續流行藝人合作的鄉村團體 Florida Georgia Line插花的Mint to be 這首合作真的是一個大驚喜 Bibi在裡面的歌聲一改以往的魅惑 而變為溫柔 在與FGL粗獷的鄉村唱槍搭配得相當合適 流行與鄉村交織的旋律 再加上電子鼓的重拍 使這首歌非常適合成為一首電台的Hit 近年的丹妃潮也吹到了當年紅遍全球的英國男團 One Direction 2016年年初宣布修團 各個團員也是各自進行了自己的計劃 Lewis Tomlitz推出了Solo的處女單曲 Back to you 找來了Bibi合作 MV選在英國的小鎮Toncastle Doncaster拍攝 充滿濃厚的英國味 搭配他洗腦的節拍 循環一整個下午也不為過吧 MV選在英國為止 But then I get so numb with all the laughter I forget about the pain Oh You stress me out You kill me You drag me down You fucked me up We're on the ground Screamin'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it stop I love it I hate it And I can't take it But I keep coming back to you BB曾看過歐伯拉的秀 她在上面談到 會在每天早上放張支票在寄錢 並告訴自己 今天要為自己賺到這些錢 受到啟發的BB 也試著在一張紙寫下 我會寫下一首紅遍全球的神曲 並貼在門上 於是每天要出門前 都會看到這句話 三個月之後 這首神曲就問世了 所以有夢想的人 就把它寫下來吧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你必須堅持自己才會走向成功 每個人都有可能會成功 關鍵在願不願意相信自己 有人說她會是下一個雷哈娜 但我覺得 她就是BB Rix 因為音樂經過她這首 就像施加的魔法一樣 賦予了個性與生命 我很期待她發行第一張正式專輯的那一天 從今天起到那一天 我們正在見這一位天后的誕生 她 就是BB Rix MING PA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